大家好,我是吳仔 希希要我錄一個 因為剛才練習一下 練韻光康 有點像 我不是用AI,是我自己來的 請大家給我一個like 之前我們去廣播 是 我經常覺得自己很茅 請了一些巨星上來 但現在有些傲仔還茅 他不用的,用電腦 用電腦已經可以收拾了那百人的聲音 然後唱一些古靈精怪的歌 又唱MIRROR那些歌 我先試試,我怕這次又不行 試試看能否辦到 聽到沒有 慶幸當天你在球場在後 與後哀愁 類似是這樣的 整件事搞得很搞笑 但有些真的挺好聽 黃家駒去唱Dear James那首歌 雖然我其實有聽過原唱 但感覺上 我一般的那首歌 但聽到黃家駒的聲音唱之後 原來這是神曲 原來家駒的聲音是好聽得這麼厲害 今天會跟大家討論一下 是不是真的很多人會沒得做呢 因為AI的發展 我想想想想 其實有一個人 不是假裝的 他做得很不像 那個就是張國榮 張國榮是特別不像的 為什麼我哥哥的靈魂這麼難複製呢 我哥哥有很多腔 但我認為這個AI的科技 會遲早騎劫了張國榮 王家駒 你拿了他的樣子來做投影 然後他說什麼都可以 唱歌都可以 說話都可以 到時候 真的拿來搞個 張國榮成 王家駒永垂不留演唱會的時候 這樣就賺很多錢 我覺得這個事情 遲早都會禁 還有很多的歌手 隨時都沒有工作 我和Kel Sir 可能都要適應 適應 鳳米 今天找到很喜歡研究歌曲的Kel Sir 跟大家研究一下AI 究竟對人們有什麼影響 我們教播給Kel Sir Hello 大家好 歡迎來到五仔的頻道 我是Kel Sir 張飛 大鑊了大鑊了 尹光唱一人之境 陳奕迅唱林家謙的歌都算了 Michael Jackson 唱周杰倫的歌 張國榮 Michael Jackson 王家駒這些 不用問米 全部翻山唱歌給大家聽 還要你喜歡點歌都可以 你想他唱什麼歌 他是唱什麼歌給你聽 你想他唱張國榮 唱周杰倫的歌給你聽 也可以 想Beyond家駒唱一人之境給你聽 也可以 想梅艷芳翻山 然後唱首現在 Serenly的歌給你聽 也可以 總之是玩完了 究竟發生什麼事呢 轉頭就跟大家說了 聽這條影片之前 記得按個like subscribe 吳仔的channel 現在就是講這個 AI唱歌 AI唱歌這個技術 突然間可以厲害到這樣 即是可以將聲音 模擬生成 即將模擬生成 即是你入一首歌 它是怎樣運作的呢 我有上網查過 它就是一個軟件 那你就可以放一首 那個歌手唱的歌 想模擬的聲音進去 然後你就放一首 你想他唱的一首歌 然後它就會模擬那個歌手 去唱那首歌給大家聽 它就是這樣的一個軟件 但是現在呢 真的做到有九成次 我聽 尹光唱一人之境的感覺 那個感覺 很好笑的 其實人們說 阿伯 那個有尹光的韻味 我覺得有些人是 很有character的聲音 他是做得很遲的 但是唯一做不到的就是 即是即場演繹那首歌 那個感情是差一點的 即是暫時 即是暫時你還是聽得出 他是AI 做出來的一個效果的 暫時都聽得出的 但我不知道之後會怎樣 即是是不是專業的歌手 以後就失業了 即是 即是完全不用Live唱歌 或者不用唱 即是我 我到時候 我張敬軒要出首新歌 不用錄了 你幫我AI模擬 模擬我把聲音唱就行了 反正可能效果更好 是吧 那現在究竟怎麼辦呢 那其實 真的沒什麼怎麼辦 現在AI的技術 真的越來越厲害 有看老高 都知道 如果你不接受 很多人說 AI唱歌 沒有感情 怎樣怎樣 現在就沒有的 那會不會 會不會去到一年後 或者兩年後 我不知道幾快 那個科技發展 會不會真的完全聽不出 即是可以AI唱那個 和真人唱那個 你完全聽不出的時候 或者我不當全部人聽不出 至少不是專業的你 去聽歌 即不是一些專業的錄音師 不是專業的音樂人 都聽不出的時候 那已經很厲害了 去到或者再之後 專業的音樂人 都聽不出那個分別 那究竟歌手還有沒有需要 真的唱那個原因呢 即是變了不用唱了 真的 真的AI生成 那就可以了 是吧 那有沒有意義呢 這件事 不過暫時是幾好玩的 即是初步來看是幾好玩的 即是起碼 哇 你想到什麼歌手 去唱什麼歌 他立刻 模擬給你聽一下 那這件事是幾好玩的 即是一些過了身的歌手 去唱一些新的歌 究竟效果是怎樣的 你立刻可以聽一下 那個效果是怎樣的 這件事是幾過癮的 但是我覺得 始終藝術的東西 都是人性化的東西來的 哪怕以後 即是AI可以做到 相似到接近100% 但都是接近100% 還有 其實可能有機會 給一些歌手 反撲歸震 做一些現場的音樂 即是他的價值 變了不只是他的聲音 可能是他現場的演繹能力 或者他一些即興的演繹能力 可能會 價值在那裏 變了就不再是 只是他的聲音 還有他都要有一把聲 去給AI模擬的 但我不知道以後會不會AI有能力去做一個 可能現在都有 即是做一個 做一個 可以AI現在你和我做一個 99%的人都喜歡的一個聲音出來 去唱一首歌 然後出 上一個 99% 每個人都會喜歡的一把聲音 去唱一首歌 去出一首歌 我不知道會不會有這件事 但是 暫時都還是需要一個創造力的 我覺得 是的 以前呢 我說回以前 可能去到 科技沒有那麼好的時候 錄音 人錄音 唱歌 或者當沒有錄音這件事 錄音不存在的年代 唱歌其實是 即是 沒有咪咪這件事 你是要很大聲唱歌 因為如果不是你唱歌 是唱給兩三個人聽的 是吧 或者唱給現場當幾十人聽 是吧 所以就會有古典音樂 古典音樂就是 Opera那些要唱給幾百人聽 但是沒有咪咪的 那個技巧就是 它要很大聲很放大 自己的聲音 這個我教唱歌的時候 我都經常講的 現在是不需要做這件事的 因為現在是有咪咪去幫你放大 你的聲量 所以你的聲量其實是不用太大的 除非你想要的效果是很大聲的 但如果不是的話 你不需要再去刻意去放大自己的聲音 咪咪會幫你做的 基本上你這樣小小聲去唱歌 都可以給幾億人聽的 現在這個年代 是吧 所以 以前唱歌 是要放大 但是慢慢去到近年代唱歌 已經不需要放大 這個是第一件事 所以那個唱歌技巧也有少許不同 但是 講講錄音 有少許離題 Sorry 講講錄音 就是以前錄音 是要一剔過的 我不知道可能 五六十年代 六七十年代 他們開始有錄音這個技術 但是他們的錄音 是要一剔過 很完整的錄音 但是去到七八十年代 八九十年代 開始有些電腦的軟件可以幫大家錄音 就可以一段段錄 一句句錄 甚至一粒粒字 就是你可能那一句 那粒字唱得不好 可以copy and paste 下一次那粒字下去 那一句那裡 之後有了那個技術之後 變了一個歌手的現場 需要很完整 音準很好 拍子很好 那些東西 變了沒有那麼重要 變了 因為那些可以調 譬如 軟件會幫到你去調音 去到可以調 你唱尾了那粒音 可以 但是你那粒音那個 咬字 和你那個感情很好 可以調適 你唱早了唱遲了 可以調適 這些科技 是在八九十年代 開始已經有了 九十年代 我猜 那就可以調 一些音 然後可以 錄無限次 即有些歌 其實大家不知道 知不知道 就是聽一首出道 即出版的歌 譬如陳奕迅 他們可能錄一首歌 是錄一個禮拜的 即是一天錄幾個小時 然後錄一個禮拜 不是說 整首歌就一剔過唱 這個應該沒有什麼人會覺得 但是 你有沒有想過 要錄一首歌 原來要錄這麼久 有些人是 有些人 譬如我陳奕迅為例 我知道他 他是很想 起碼一剔過錄完整段的人 即他不想說 錄完那一句 跟著就 paste回去 因為他覺得 前後會不連接 但是 我以前的 即我認識一些專業的錄音師 他幫一些 一般的 即唱歌一般的 歌手錄音的時候 會叫他們 不要留意音準拍子 不用留意 因為你都一般的 我會調的 這樣 你盡量 有感情 咬字 咬字 是清楚一點 有感情 這樣 去說些歌詞出來 那音準 在附近 就可以了 那我就慢慢調回你的音 這樣就可以了 因為為什麼呢 就算 科技幾好 暫… 我還沒有 AI 這件事 之前 咬字 和感情 這件事 他是幫不到的 即是 你的錄音 你咬字 感情 沒有的話 你不能說 由沒有感情 去調到有感情 咬字 也是 你不能說 咬字 咬到字 歪了 然後會咬回 因為 是很難調的 但我不知道 現在AI的技術 已經可以模擬出來 那就 另計了 兩件事 所以呢 那個科技是幫到的 即是去到… 現在很多人出歌 其實你無論那個歌手 是業餘的歌手 但錄一首歌出來 一定不難聽的 為什麼 因為可以… 很多東西都可以後期製作 然後很多東西都可以去… 去… 去… 即是調回 由不好調到好 由不完整調到完整 所以 是幫到大家的 這樣 但是… 現場演繹呢 就難些了 因為現場可能都有自動調 其實有些東西都… 都可以調到 但是… 始終… 現場演繹就會看到實力了 即是… 譬如… 你看YouTube上的任何一條片 這樣算吧 其實如果你看… 譬如我拍一條片 我去一踢過這樣搶 其實是很愚蠢的一件事 因為沒有人會知道我是一踢過 除非我寫明我是一踢過 但其實很愚蠢 就是… No one cares 是吧 這件事 我覺得… 除非我是一條片 是… 在一個台上唱歌 然後… 有一個人… 有一個人… 用手機拍了它 然後… 就這樣放上去 那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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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不是的話呢… 你去出一條… 專業製作… 錄音… 是… 那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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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都知道… 那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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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經養熟了… 那樣… 我觉得好像看AV一上网有整万美女满足你 你现在自己回到家只会对着自己那个 就变成会养熟了你对听歌的水平 可能听一个人现场演绎有点瑕疵 有点什么时候就觉得他怎么那么一样唱得 怎样说其实未必 那些瑕疵可能是正常的 但已经无法养熟了 说回AI唱歌 AI唱歌现在的技术 可以跟人唱歌的水平很相似 但AI生成我觉得始终 就是不可以模仿到那个感情 我觉得暂时模仿不到那个感情 所以我觉得 但我不知道他迟些会不会研究多些 会真的跟人分不出那个 暂时可以大家听一下 都听得出一点点 特别是当你那个两个歌手是距离很远的时候 什么Michael Jackson唱国语歌 唱周杰伦的歌 是不似的 应该说声音是似的 但是是怪的 你听上去觉得怪的 不是那样东西来的 但是 真的我不知道 过两年我真的不知道这样东西 以前那些歌手就说 现在Live唱功都没什么用 因为可以调音 现在直接不用你唱了 现在直接帮你唱AI模仪 去到现在这个世代 AI可以超越人的范畴 已经越来越多 在唱歌这方面都避免不了 开始 所以 怎样说呢 我又不会抗拒这件事 说 就是会令到人 可能它都是令到整件事方便了 始终 譬如 以前可能讨论录音的技巧 我说 你用 你用调音去调 那是否好事来的呢 会不会变了没有 现在都已经不是讲这个话题 现在是直接不用你唱了 所以 很严重 这件事 真的 真的失业 我觉得 我都要失业 我教唱歌了什么 你唱得这么好有什么用 AI帮你唱完 对不对 所以 看看以后如何 看看未来的发展如何 好 今集就说到这里 我们下集再见 走之前 记得like subscribe 五仔的channel 和按铃铃 我们下集再见 拜拜